《曙光》 《曙光》这首歌是在三四年前 我开始写的一首歌 在我生命中的一个低谷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我就躺在床上 然后上帝就把一句话 还有一句的音乐 就是放在我的脑海里面 我就不断地重复 一句话就是 祝你是我黑暗中的曙光 祝你是我黑暗中的曙光 那那个时候我越说我就越流泪 我觉得上帝在透过那句话跟我说 韦灵你所面对的一切的黑暗当中 一切的混乱当中 你要看到我的光介入 而且不是任何一种光 而是曙光 什么是曙光呢 曙光就是在黑暗当中的第一道光芒 在整片黑夜当中的第一道光芒 所以它是充满的希望 充满的能力 充满的盼望 而且是非常有浓厚的生命力 所以这样的一个能力 当时像力说 要把它带入我的生命当中 那个时候我就慢慢地酝酿 慢慢地开始写了这首歌 有一段时间我休息了一会儿 后来过了几年 所以我开始使用 以赛亚书六十章一节 来建立更多的建立这首歌 就在一定程度里面 證明说黑暗遮盖大地嘛 然后它的荣耀却必要彰显在大地当中 我就感觉这个就是曙光 就是在黑暗之中的第一道 而且是坚强的是transending 所以曙光它不再是一首 只是一个文字或者是一个歧视 而是一个概念 一个对上帝的认知 所以我在整个写的过程当中 也经历很多的突破 而且我发现我每次都是在最黑暗的时候 重新地拿起这首歌 重新地加添更多的意义 更多的词意在当中 我希望这首歌的故事还有意境 甚至是信息的message 能够真的是触摸到那些在经历破碎 在经历困难重重的人的生命当中 能够成为他们的力量 成为他们的一种能力 还有这种的安慰 我想 您就会指令